一般的租金回報大概是2-3% 但如果找得對的投資物業 其實可以去到4-6%或是更加高 Hello 大家好 我是Ricky 我們講到物業投資 其中一個考慮就是租金回報 究竟什麼叫租金回報 以及怎樣去選擇適合的投資物業去收租 租金回報是指租金收入和樓價的比例 每年的租金總值是隨意樓價 對墨爾本做例子 一般的租金回報大概是2-3% 但如果找得對的投資物業 其實可以去到4-6%或是更加高 接下來會和大家分享 有什麼原因會令我找到更加好的租金物業 包括地理原因 房屋類型 物業本身的質素 我會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的行業故事 分享怎樣去找適合的投資物業 如果你還未追蹤Ricky爸爸的項目 記得在下面按like和follow 如果你是YouTube的朋友 記得按通知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資訊 第一點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對租金有重大的影響 例如那個區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發展區 有商場 學校 社區設施這些生活元素 以及就近商業區 方便大家去上班 出入 自然就會有住的需求 對租金和樓價都有動力 以麥爾本 東南區 Burry 一個例子 Burry 一個區是一個人口高速增長的區 在過去5年人口增長超過10% 租金增長超過50% 屋的類型也是影響租金回補的一個很重要元素 房屋 城市 房屋 房屋 各有不同的因素 例如聯排別墅和公寓 租金回補相對在 Inner City市中心附近的地方 相對的租金回補比較好 在岸城區 或者一些叫Ultasub 獨立屋 即是房屋 更有吸引力 好 又到Q&A的時間了 有時我們會看到 就算同一個地段不同的物業 租金亦有很大的差異 究竟為甚麼 這些差異主要是來自於物業自身的情況 裝修和設施 例如廚房 是否一個重新翻新的廚房 又或者屋內是否配置有冷暖氣 這些都很影響租金不實際的情況 所以一間維修保養得好屋 或者已經翻新過的屋 租金都有幾顯著的不同 大概在4年前 我和一位客人在墨爾本東南區Barrick 投資了一個House and Land Package 當時大概是50多萬左右 以當時的租金計算大概是4年左右 但隨著這幾年的人口增長 和區域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受歡迎 租金已經去到接近700元的水平 所以租金回報計上來其實很高 除了租金回報之外 物業投資最主要的考慮因素 就是物業的升值潛力 我會在下一集跟大家分享 多一些物業升值潛力的考慮因素 如果你有需要在澳洲投資置業 歡迎填桌以下這個Google Form的連結 我收到之後就會盡快和你聯絡 和你一起規劃一個落新訂造的物業投資方案 如果你有更多澳洲投資的宜蘭雜證 想了解多一點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拜拜